我想卖妈妈的教育方式可能和别的家长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成果 今天有很多孩子在全国各地工作 有的是在国外工作 他们不能够来到我们现场 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给妈妈发来了 来 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 期末卡的时候 妈妈一站着就放回了鸡汤 而且送到我的书生楼下 但是因为她经营了我的休息 她没有打电话给我 而是默默地在海风中等待 等到我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妈妈的伤稍微已经被动了痛苦 我永远记得这个教育 来玩弃她的味道 我在高考之前 心里非常地恐惧和压抑 当我看到您用一个大背带 装着我们家的小猫咪来看我 当时我心里特别地放松 感觉像大病痊愈一样 今天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也是非常地要 就是要感谢于她 老猫 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不能够陪伴在您身边 一直出门在外的 但是我们想听到您的笑声 因为我觉得 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个笑容 老猫 我想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